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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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我们有个朋友正在离岛为荣彩记绘制五哥线画像 但五哥线的故事都被藏在了各种各样的地方 只要能找到这些故事交给他 就有作为模特被他画进画里的可能 等等 你刚才说的 可 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我实在想不出该变点什么了 该不会是能见到白鳄老师的意思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真的吗 太好了 之前知道白鳄老师会来参加荣彩记 我好不容易才以考察机关奇谈的投资价值为由 让我爹答应了我来到期 结果没过几天 就听说白鳄老师要在祭典期间绘制五哥线画像 一想到难得能和白鳄老师都来到到期 却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我失落了好一阵呢 放心吧 行秋 白鳄老师虽然有工作 但还不至于连见见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这就带你去找他 而且我们已经听说了 白鳄老师还是你的小说 《陈秋时间录》的插图作者 原来你们都知道了 不瞒你们说 我写的这本书在离月无人问津 在到期却还算畅销 一半是白鳄老师精美插图的功劳 白鳄老师不仅画功了得 成图速度也是极快 听说最新一张的插图 他只用了几个小时就画好了 但在我看来 那张插图的笔触却丝毫不见仓促 实在是精妙绝伦 哎呀 一说起来就忘了时间 我们赶快走吧 多亏了阿贝多吸引了行秋的注意力 总算把事情给瞒下来了 希望等会儿见到阿贝多的时候 也不会露出破绽 这些人都会有点赞 旅行者 派蒙 你们好啊 旁边这位是 您就是白鳄老师吧 很荣幸见到您 我是陈秋石剑路的作者 这 不 见了面还让您以比名称呼我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您叫我行秋便好 那你也叫我阿贝多就行 不不 那怎么行呢 为什么不行 既然大家都是旅行者的朋友 都用真名称呼 应该更方便才对 再说 我们之前也常有通信 你这么客气 反而让我不太习惯 嘿嘿 其实不止是阿贝多 我们之前也没见过这样 慌慌张张的行秋呢 真是的 你们两个就不要趁机也与我了 哦 对了 我们刚才在码头找到了 藏尸大赛的故事 听说你正在收集它吗 藏尸大赛 就 就是找写着五个仙故事的那些纸片的活动嘛 之前温迪不就找到了一张 然后作为模特被你画进了画里 哦 对 就是这样 这个 我已经知道了 故事 我已经了解了 谢谢你们 这下帮了大忙了 哦 那就好 不过这篇故事 在我看来有些没头没尾 你们能讲讲详细的来龙去脉吗 如果大家都有空的话 我们找个地方边吃饭边聊如何 哦 这个嘛 行秋 您有事要忙吗 哦 不 没有 没什么事 说起来 至村屋的蛮肉茶泡饭不错 要不要去那里 至村屋吗 不过今天风有些大 该去乌有亭如何 也好 那我先去放置行李 等会儿大家就在乌有亭见面吧 果然有破绽 哎 不会吧 我觉得我们刚刚配合得挺好呀 难道还是说漏嘴了 不 派萌 我不是在说你 旅行者 你怎么想 行秋可疑 喂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呀 派萌 你刚才读过这首诗了吧 虽然在行秋看来 这一篇故事眉头眉尾 但如果把它和之前那篇连着读的话 会怎么样 连着读 让我看看 翠光因为喝醉睡着 弄丢了葵之翁的诗 葵之翁拿走了自己的诗 把它交给了一个神秘人 诶 等一下 难道说今天的故事是在暗示我们 偷了陈秋时间录星看的犯人 是行秋 这怎么可能 行秋他不是今天早上才抵达到期吗 其实 这也正是可疑之处 行秋既然才刚刚抵达到期 怎么会知道至村屋的茶炮反汇到如何呢 而且在我以风大为由换地点时 他也没有提出疑问 显然知道至村屋是露天店铺 你是说 行秋其实已经在到期待了一段时间 却装出刚刚到大的样子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行秋怎么可能是犯人呢 他的梦想是行侠仗义 绝不会做出违背道义的事 派蒙 你先别着急 虽然刚才是我和行秋第一次见面 但之前我们一直有书信交流 我对他的人品也有所了解 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 这篇故事里也说 癸之翁拿走尸 是因为被人威胁的结果 行秋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现在还不清楚 但吴有庭是室内饭馆 如果有可疑的人跟踪或者偷听 很容易被我们发现 那里说话比较安全 等会儿 希望你们能配合我 大家一起找出真相 那我们现在就去吴有庭吧 周围暂时没看到可疑的人 我们到店里去等行秋吧 怎么办 我现在好紧张 等会儿到底要和行秋聊些什么 怎么办 首先要确认 行秋是否真的提早来到了到期 如果能找到他说谎的确凿证据 就能以此为突破口 说服他说出真相 趁他还没来 你们和店里的客人聊聊如何 说不定也能找到一些灵感 阿贝多 关于等会儿的话题 你有什么思路吗 我的话 应该会和行秋聊聊小说和插画的创作吧 如果他真的有事瞒着我们 说不定其实比我们还要紧张 讨论一下创作 或许能让他放下戒备 说起来行秋之前说过 他很想向你道谢 能在那么短的时间 画出笔触丝毫不见仓促的插图 他真的这么说过吗 嗯 这可是很有价值的情报呢 容采季最后一阶段的新刊发售会 我最期待的就是陈秋实践录了 对啊 首发的作者签名版太有收藏价值了 我一定要买到手 之前见到的整裕老师签名 自己十分工长 感觉他是个很认真的人啊 发售会当天他会到现场去 那时候应该就能见到他 他的样子了 听说他非常年轻呢 等等 我没听错吧 秦秋不仅要在新刊上签名 而且之前字迹还十分工整 几位想吃点什么 老板 今天有什么推荐菜吗 那当然是刚补上来的海鲜了 前几天海上雨很大 很多渔船都没出航 这些都是今天天气变好了才有的 前几天海上天气不好吗 对啊 刚才还有几个离月的客人说 一路上船都晃得要命 除了睡觉之外什么都干不了 好像知道了很有用的情报 真是美味 到期的菜肴以新鲜海味为主 很合我的口味 嘿嘿 那就好 我们还担心你没睡好觉 会没有胃口呢 就趁现在赶快和行秋聊聊吧 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来 对 就聊旅途的话题吧 其实我之前还没出过这么远的门 虽然一开始挺兴奋 不过在海上待久了还是挺无聊的 说起来一路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啊 真要说的话就是在船上看的小说了吧 呃 感觉好像没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对了 行秋 你在旅途中看了什么书呀 哦 是一本叫做《拜托了我的狐仙公司》的小说 是我的编辑寄给我的 你在船上看书不会头晕吗 哈哈 不要紧 我可是练过古华派的功夫的 不过船上确实有不少人运船 呃 刚才那些话好像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说实话 海上每天都是一个样子 没有什么风景 大家都等得很不耐烦 所以在靠近稻妻的时候 大家一看到远处影象山的山顶 就都跑到甲板上去看 可惜船开得太慢 从看到山顶到靠岸 又花了一整天时间 总觉得刚才那些话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啊 对啊 如果靠岸花了一整天的话 大家看到山顶那时候 海上应该还正在下着大雨才对 虽然有收获 但还是再多搜集一些证据吧 再和行秋聊聊创作的话题好了 虽然看小说很有意思 但真正开始写就是另一回事了 情节的铺设 行文的节奏 可谓样样都是学问 而且即使是创作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也并不一定就能表达出自己满意的效果 关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 无论是写书画画还是研究炼金术 一旦认真的钻研某件事 真正能感觉到快乐的时候是很少的 他们两个好像说起了很深奥的话题 但并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说起这个 阿贝多 其实我一直很想向你道谢 能够给我的小说绘制插图 我的小说在黎月卖得并不好 我对它也并不是很有自信 但你每次绘制的插图 却都选取了章节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情节 这让我感觉到 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还是被人理解了 谢谢你 不过这次的插图我冒了点险 我其实也有些不安 秦小说的插图一向以角色为主流 但这次最后一张的插图 我却画了其他的东西 不过毕竟那段剧情 就是为了展现世界的变化 所以指挥制场景也非常合适 好像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不 行秋刚刚确实露数破绽了 我的插图一送到到期就印刷了 按理说 行秋不该知道它的内容 行秋 我们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问你 怎么了 你们两个突然这么严肃 哎 这是从何说起呢 行秋 其实刚才刚齐老板告诉我 前几天海上的天气很不好 所以你刚才说 大家看到影象山 就全都跑上甲板这种事 是不可能发生的 此外 陈秋时间录的新刊 会在荣彩记上发售 我们即使身为作者 也没有收到样刊 你为什么能说出插图的细节 哦 哦 行秋 你其实早在今天之前 就已经到达到期了吧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才不能说真话 你不要怕 无论是旅行者还是阿贝多 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不不不 你们误会了 果然都是因为这几天睡眠不足 我的脑子都变迟钝了 没发现你们一直在试探 为了处理一些事 我确实提前来到了到期 让我想想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 真有点难以启齿 哎呀 好巧啊 你们竟然都在这里 咦 温迪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这里的老板珍藏有多年的陈酿 当然要来品尝一下了 哼 我就知道遇见你就不会有什么正经事 谁说的 我其实正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呢 我刚才碰见了九条沙罗 他说天岭凤行 已经抓住了偷陈秋石剑路的犯人 让你们不用担心了 偷陈秋石剑路的犯人 那个 我不会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吧 糟了 天岭凤行找到的 是不是一个叫小野寺的边界 九条沙罗没有提到人名 不过 不过 我看到他带人往花剑板的方向去了 各位 现在来不及解释了 我们得赶快去救小野寺先生 请等一下 小野寺先生是无辜的 哦 看来这位就是陈秋石剑路的作者了 不过没想到 就连其他人也一起来了 总之 请各位先不要带走他 先听我解释 简玉老师 您不用担心 其实刚刚我已经和九条大人 把事情说清楚了 黑田也帮我做了证 对 其实我们现在正准备离开 哦 那就好 不对 你们在场这么多人 不会全都知道了吧 嗯 准确地说 其实刚才为了防止嫌犯逃跑 这里还有另外两队人来着 星球好像很受打击的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说出来有些丢人 但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现在也无所谓了 其实这件事说到底 还是我的责任 不 箴玉老师 这件事应该责任在我才对 各位 还是我来说明吧 这次荣彩记 我提出了发售作者签名新刊的想法 这不仅是我进入八重堂以来 第一次负责大型企划 也得到了八重大人的大力支持 但关于企划内容 在提出前 我却没有事先与几位作者商量 结果 就给箴玉老师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擅长书法 签名活动与我不太适合 虽然枕玉老师很为难 可听说这次企划对我非常重要后 还是立刻重传来到到期 帮我想办法度过难关 这些天老师都在努力练字 但签好一本书要花很长时间 之前预留的签名时间不够用 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 先把新刊从仓库中搬到我家 这样老师就能趁这些天把书全部签好 我本以为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却没想到立马就被人发现书不见了 再加上我刚好休假 这几天都和老师待在家里 没能第一时间发现出了状况 这才闹出了这么大乱子 归根结底都是因为 我太希望通过这次企划 证明自己了 小野四先生 我也是因为不希望读者知道 我的字迹丑陋 所以认同了你的提案 而且还有个原因是 小野四先生被我之前的 一份签名误导了 八重堂之前一次活动 曾经索要过各位签约作者的 亲笔签名做展示 当时我苦练一天 才总算是交出了一份 行神兼备 行云流水的优美签名 但现在看来 为了面子交出签名一举 实在是作茧自负 好了 你们两个就不要板着脸了 失窃这件事 说到底只是一场误会 而且每个人都会有 不希望被其他人看到的一面 对呀 只要知道行秋没事 书也没事 对于我来说就足够了 小野四 丢出这件事的真相 你还是去和里岛的其他人 也说明一下吧 好的 我会去和大家道歉 那我们也跟着他们回里岛吧 诶 小野四 你怎么来了 这几天你不是在休假吗 非常抱歉 让大家担心了 哎 小野四 你呀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大家呢 这样大家也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呀 是啊 大家本来就是一个团队 有困难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现在就不提过去的事了 当务之急是帮枕玉老师解决签名的问题 你们目前进展如何 进度其实并不乐观 这几日通宵打蛋 大概也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吧 难怪星秋今天看起来这么困 我明白了 春天 等会儿你回八重堂叫上荒谷 包下乌有亭二楼的包厢 给枕玉老师进行书法特训用 是 编辑长 我哥哥是书法家 要不要把他也叫来帮忙指导 那样最好 对 你这倒是提醒了我 今天有两位从黎月来的书法家 都和我们有过合作 我们也去拜托一下他们 总觉得接下来 我要有苦头吃了 减玉老师 不要怕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之前你不是用了一周时间 就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吗 但小说和书法完全就是两码事吧 虽然星秋还是没能从签名里解脱 但不知为什么 我现在感觉放心了不少 之前我总喜欢一个人待在工房里 但现在觉得 大家聚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感觉 也不错 而且也要感谢一个神秘人 提供了重要情报呢 你是说那个 留下了五个仙故事的家伙吗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对哦 我们好像还没来得及和行秋解释这件事呢 原来如此 这么看来 我和小野斯先生在班书时就被人看到了 阿贝多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能不能把我也画在你的画里 今天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不仅有那篇故事的功劳 而且我也希望自己能记住此次教训 没问题 没问题 而且考虑到画像内容的统一性 这也是个很合理的提案 来人正乃魁之翁事也 此番曲折皆起于亦不具名之人 魁之翁受其胁迫 无奈以非常手段 取回诗稿一夜 至于该人行事缘由 他全然不知 只知诗中所记 事关故焦 是人 阿贝多好厉害呀 魁之翁的画像这么快就完成了 不知道行秋现在在乌有亭特训得怎么样了 你说 那个留下故事的人 会不会就躲在我们附近 喂 写故事的人 你现在在附近吗 你能帮行秋想想办法吗 他是我们的朋友 这次新刊发售会 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什么声音 原来是一只猫呀 看来那家伙果然不会这么轻易就出现 天已经晚了 我们也回去休息吧 明天早上 还要去港口接船呢